不管是什么疫苗都有可能会有奏成副作用 昨天呢我们有通报10例的猝死 那有6例是疑似跟1例有关 4例跟莫德纳疑似有关 不过到底有没有确切的关联 必须要靠解剖才能够认定 但是呢现在医生也告诉大家了 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有高达300万人 要大量的施打AZ 其实有亚洲人比较容易出现的6大副作用 这里酸那里痛想到打疫苗头皮发麻 就怕副作用大魔王找上门 有寒流来的感觉就开始呆寒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倒汗发烧 打珍醋有一点压下去就会痛 举起来就会痛 就是腰痠背痛 整夜没有办法睡觉 寒寒 呆寒 目前为止AZ副作用的资料 大多是参考欧美人体临床试验 专业医师参考韩国文献 针对亚洲人体质 在施打AZ第一季过后 出现的副作用做统计 最常见注射部位疼痛 将近八成民众出现此症状 其次是肌肉酸痛 倦怠感 头痛 胃寒 甚至发烧 一般比较常见的症状 通常不会超过48小时 有民众说他的好朋友 烧了整整两个礼拜 那应该是有其他问题 要赶快就医 通常疫苗的部分 不太会持续高烧两个礼拜 接下来一个月 台湾300万人全部打AZ 专业医师分析欧美人打疫苗 和亚洲人会出现的副作用 其实大同小异 唯独血栓发生几率不太一样 因为体质的关系 我们本来就会比欧美人 比较不容易血栓 有时候欧美他们的血栓 就是打AZ血栓比例 百万分之十几这样子 那目前台湾是还没有到 百万分之十 打疫苗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因为全台旅船疫苗接种后的 不良反应案例 7月20号短短一天内 增加十起死亡个案 包括六例接种AZ 四例莫德纳 但死因还需进一步解剖调查 才能确认是否与施打疫苗有关 再联系王子与许书卫 陈一姐台中